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10月29号星期五 大家好 我们得到消息 蔡英文通过了五眼联盟 就是什么美国 新西兰 澳大利亚 英国 五眼联盟他们是一个情报组织 就通过五眼联盟的情报交换网 已经取得了王立强当时投诚的时候 王立强亲笔用中文写了12页的投诚报告 然后他们翻译成了一个17页的英文版 蔡英文当局现在得到了17页的英文版 但是没有得到12页的中文版 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王立强写的可能是简体版的 台湾他们一般看繁体的 不过这也不影响 到底无所谓 五眼联盟就是说交换情报 为什么给台湾交换情报 他们对外宣称 是希望台湾能够查证投诚报告里的内容 来了解王立强的真实性 通过这个你可以看出来一点 就是说从五眼联盟来讲 从澳大利亚来讲 还没有就是说百分之百 确认王立强所有的报告 对吧 就是说他们也有疑虑 就是说其中有一部分 他们认为是有价值 但有一部分还是存疑的 对吧 而且通过这个 我们可以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整个这件事情来讲 表面上看起来就澳大利亚和台湾在搞 但是实际上现在来看 美国在背后若隐若现 因为五眼联盟他们的老大实际上就是美国 就是CIA 那么CIA在后面肯定是有所参与 只不过现在他们不愿意到前台来 就前台看好像是台湾和大利亚在搞 但是美国在后面 已经就是说招人若揭了 可以这么说 然后王立强的1712的英文报告里面说 除了给韩国瑜有金钱的援助 金援之外 还有10个人 这10个名称 现在台湾当局保密 澳大利亚当局也保密 这10个人都是韩国瑜阵营的政坛人士 其中有参与明年 明年1月份立为选举的政治人物 我们在昨天早上起来 我录的一期视频里 我已经呼吁了其中的一位立委 我希望他能够退出不分区 对吧 他也是不分区 我觉得他在里面 其实对国民党的不分区伤害很大 然而且台湾方面说 这些人 这10个人都属于韩国瑜阵营 同一阵营 韩国瑜就不是国民党阵营吗 对吧 其实已经说的很明确了 但是他们说的就是说含蓄一点 但是意思你们都懂 对吧 换种表达 换种表达方法 然后台湾当即说 说报告所揭露的所有的相关人士 因为是英文的版本 所以都是英文的拼音 但是翻译成中文之后 台湾当即认为都是确有其人的 包括有一些是在媒体上看不到的 是一些业务接洽人士 就是说像韩国瑜 还有他们国民党立委当中这些人 这些人你在媒体当中能看得到 但是他们的真正的就是说接洽人士 比如说你想去见川普 不是说你打电话就跟川普约时间的 你肯定跟川普的秘书和什么的 对不对 那么就是说在王立强的投证报告里面 就是说我要联系谁的话 我联系他下面是谁是谁 就这些人都是确有其人 没有一个是虚构的 他能不能找到这些人 对 就从此来讲 认为他这投证报告是有价值的 对吧 然后这个是关于他17月的投证报告 然后我们再来汇报一些最新的消息 在王立强投证之后 向心的中国创新的公司 他旗下有5间子公司 有4家已经都关闭了 你就说投证对向心影响 简直是可以说是灭顶之灾 都可以说 一共5家子公司 4家已经关闭 向心公司的两名非执行董事也辞职 向心公司还有一个董事 现在被人曝光出来了 叫陈昌毅 说这个人同时是中国光大政院 香港有限公司的授权代表 其母公司为中国国营企业 中国光大集团 也就是说他们还是跟国营企业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包括一些中国军事方面的专利技术 他们也有 还跟中国国营企业来合作 还有这里边又曝光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 是中国创新董事会里 一个台湾女婿 这个人是大陆人 他娶了一个台湾老婆 所以管家叫台湾女婿 叫陈总光 陈总光在11月27日前天 已经辞去了创新独立非执行董事 也辞去了 赶快大家就马上跟他划成界限 现在都在辞职 都在跑 下面子公司能关闭就关闭了 陈总光是台籍中天卫视主播陈若华的丈夫 然后我们看看他们两个的背景 陈总光是台湾正大新闻系的乔生 什么意思 就是他是大陆人 但是到台湾去留学 早年间从中国这边被派去台湾留学 不敢这么说 从早年间从中国这边自费去台湾留学 这样说好一点 去台湾的正大新闻系留学 说他现在的许多同学 还有前后任的 现在都是台湾现任的媒体的高层 所以他跟台湾的媒体界的高层 有各种千丝万缕的关系 然后他从台湾正大新闻系毕业之后 就去了台湾电视台 然后这个人非常的快速 就迅速的平步青云往上升 先是任职是CNN集台亚太区的副总裁 后来成为了合计黄埔集团的企业战略顾问 这些对吧 CNN就是民主党这边的 民主党这边我们也说了 跟中共有各种关系 各种关系 合计黄埔就是说李嘉诚 他们跟李嘉诚他们相关的企业 对吧 李嘉诚在早年间跟江泽民和江泽民的儿子 好到什么程度 大家心里都有数 对吧 网上很多我们就我们不多说 对不对 这个人等于从台湾 直接就不说 反正就去了台湾正大读书 然后各方面想办法给他一步一步往上升 然后他的老婆陈若华 小他一介也是台湾正大新闻系的 是个台湾人 两个结婚了 陈若华曾经是中天新闻频道的知名主播 后来升职成为了中天新闻频道的制作人 也是两个人 他们两个在台湾的媒体界 还有高级的政商界 非常的有名 而且交际非常广泛 那么可能对吧 跟向心吧 向心他是向心的中国创新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也是董事之一 这个人物也曝光出来了 你们来想一想 一个大陆人派去了台湾 一步一步的上来 你想这个人是个什么人 是吧 好 然后中共现在开始 就是说 首先说王立强是一个诈骗犯 先是16年先诈骗被缓刑 后来19年的又诈骗 又是搞什么投资 汽车进口又诈骗 然后现在说向心也是涉嫌参与 就是说也是集资诈骗 反正怎么着 咱看看这个事 反正我本来以为 向心和龚青被抓了之后 中共会像营救孟晚舟那样 然后严重交涉 然后也抓几个台湾的这些 比如说当时加拿大抓了孟晚舟之后 中国本来抓了一个 Michael还有一个康明凯 是不是抓了两个 我本来以为台湾的这帮政界人士 还有台湾 因为台湾在中国肯定也有间谍 对不对 我觉得哪个国家都有间谍 对不对 你台湾敢说你在大度没有间谍 他见了鬼了 对不对 你信我也不信 对不对 我还以为中国会 中共会抓几个台湾间谍 然后作为交换 结果并没有 现在反而开始要抹黑向心 怎么回事 是这样 是中国法院法院网 2018年的9月19日的资料 说国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集资诈骗 被告人单位是国泰集团 说非法集资 共计400亿 400亿人民币 判处负责人徐勤 无期徒刑 判处陈家清等9人 有期徒刑12年是5年不等 而这位陈家经 就是向心中国创新的大股东 是中国创新和中国趋势的 两个公司的董事会的成员 向心是联席主席执行董事 陈家经则为联席主席 非执行董事 反正跟向心的关系很近 这点来讲 就是说往向心身上抹是可以 但问题是你要明白 在中国你这么大的集团 涉及400亿资金的非法集资 说句实在的 这个不是小玩意搞的 这个应该是上面的高层斗争 不合了之后出的事 对吧 而且陈家经你知道多大吗 2018年创案的时候只有29岁 对吧 然后29岁 就是说中国那边搞了这么大 400亿的集资 又在香港这边 跟向心又是什么 向心是联席主席 跟向心两个人都是联席主席 而且都是中国创新和中序 两家公司的联席主席 向心是执行董事 他是非执行董事 你想一个29岁的小孩 怎么能够跟向心搭个上 又怎么能够在国内 搞了400亿的集资诈骗 对吧 所以这里边 我觉得有各种各样子的问题 我觉得中共 我觉得在搞这个时候 其实不太明智 没有必要把这么多人搞出来 这一次这个事好牵连到多少人 或者他们已经知道上面是谁 就想惩罚那个人 然后下面他就给他递流出来 开始说这个事 反正一个往外敌了 但是敌的越多 对于中共来讲 其实越不利 他不care 他不care了 他觉得只要是 他可能觉得不是自己的势力 我就给他弄出来 然后 但是如果最后最终证明了 这些人都是间谍的话 你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对 就是说从个人来讲 是可以不care 但是这个事发展到 现在这样子的话 它已经涉及到 国家的一个尊严的问题了 对不对 就是说你个人 我可以不要脸了 你国家能不能不要脸 就光孟晚舟也是 你说孟晚舟 你说任正非 属于国家自产 肯定不是 对吧 他们花为这么大 肯定背后 他的利益集团 对不对 但是作为一个利益集团 来讲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 你可以把孟晚舟扔了 你可以不care孟晚舟 但是孟晚舟都说出来的话 你作为你国家的利益 损失有多大 向欣和龚卿也是这样子 就是说 你可以不care 这两个人是可以的 陈正华这人 我全都不要 对不对 都是上一届留下的一些老的线人 伍妹反而也接不过来 对不对 我们把他们全扔掉 全扔掉是可以 但是你要是逼急了 兔子急了 还咬人 对吧 狗急的还上墙的 还上房的 对不对 你把他逼急了之后 他要是最后说 你们不管我妈都说出来 咱要看 就跟我当年说 这什么 这陈希同一样 江泽民是不care 陈希同没有问题 但是江泽民那时候 还要羞辱陈希同 说妈的 公开审判他 王八蛋的 让他好好丢掉人 陈希同听见不就说吗 说可以 你公开审判我吧 我全说 我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 咱看谁脸上挂不住 这我江泽民看算了 就别别别别别 对吧 因为牵连人太广 向心从93年就派到香港 跟这么多人 有这么多的关系 你是可以不care他 没有问题 但是他都说出来 把他知道的都说出来的话 你中共能不能撑得住 就是说你中国共产党 你丢不丢人 你面子上是怎么样 我是想这个对不对 这个人物可以不要了 而且说实话 他们都是老一辈的 以前我们也说过 中国的情报部门都这样 老一辈 老领导和新领导之间的 有很多的 就是原先我老领导 我建立了关系 我实际上 我根本就不交给你 对吧 以前就是说叶选宁留下 不是说叶选宁在海外 说是有什么4000死士 是3000死士的 对不对 都是叶选宁的人 说最后跟江泽民 闹得不好 叶选宁去了广州了 就不交 这个名单不交 不交也交不民 对不对 咱们说你不交算了 我们重新 该组一下 我们再见力 对不对 那么就是说 但是后来有没有 跟习近平有没有联系的 咱就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向心来讲 他们来讲 1993年就过去的话 也是很早 对不对 就是说他们当年到底是谁的人 对不对 跟叶选宁认识不认识 是吧 然后就是说 你要明白 他们干了这么久了 就是说 别说上级平级的有多少人 你就说陈总华 大陆派去的侨生 到了台湾 念了一个台湾大学 出来之后 到CNN亚太区副总裁 合计黄埔战略顾问 等等等等的 这些年 谁给他安排的 对不对 这里边是都是个人的力量 还是掉动了国家的资源 对吧 你是可以 你不care 你扔掉他们 但问题是狗咬狗一嘴毛 一个小小的虾兵蟹将 王立强 都咬出来这么多人 向心要是最后心寒了 你们不不救我吗 你们想看我死了 是不是 我死给你们看 我他妈都说出来 如果向心都往外咬 同为余地 那得咬出多少人 你想想王立强都能咬出 都能咬出这么多来 对不对 牵连这么广 向心是什么级别的人物 对不对 向心要是往外咬 对吧 向心要是最后寒了心 不过当然了 也有可能就是说 中共现在有恃无恐 就认为我不管 就是说说白了 就是说当年 你去接受任务的时候 咱们就有了某种承诺 就是说一旦你暴露了的话 我们绝对不承认你 而且全力以赴抹黑你 你就自己背自己认 对吧 说以前金屋代不就是吗 金屋代 当时的是他有幻想 认为 就是说跟小平同志联系一下 能不能就是说交换 因为当时咱们中国 也扣押了有美国的间谍 作为一个把金屋代交换过去 之后咱们不承认 不承认金屋代 金屋代你知道最后怎么死的吗 金屋代用一个塑料兜 在监狱里 拿刷刀把自己给闷死了 他刷刷系在脖子上 然后这么忍着 把自己愣把自己窒息死了 你知道吗 那么向心有塑料兜吗 我觉得反正 我建议台湾检方小心点 塑料兜也不要轻易给他 是吧 或者跟王健一样 我说上次我昨天 我说会不会像王健那样 参观日夜谈时照相掉进去了 或者是像金屋代那样 拿了塑料袋 就闷头上死了 是吧 咱们最后看 反正我觉得中共目前这么做 其实不是很明智 我觉得有点太着急了 在处理王立强和向金屋代表太着急了 而且现在牵连出了一大堆人 这就越来越擦不干净 你知道吗 因为你要明白 就是说你现在你是不care 你说我这牵一个 那牵一个 但是这些人 你要明白 现在牵连出了什么向心 陈总华 这些人 可比王立强要牛多 王立强就是个小虾米 虾兵蟹将 但是这些可不是下兵蟹将 这些人你往外扔他们 他们倒是往外扔你 你怎么办 对吧 是你如果你能保护他们 他们也保护你 就像孟晚舟 孟晚舟现在能感觉到祖国和人民 在背后对他的支持 对吧 所以孟晚舟在加拿大是手口如瓶 什么都不说 对不对 但是假如你中国让孟晚舟寒心了 孟晚舟张开嘴开始说的话 你要想像向心孟晚舟这些人 要是开始说了 可不是王立强和郭文贵 这种级别的人能够比得了 这里咬出来多少人 多少事 多少企业 是吧 所以咱们看看 也有可能人家 中共现在有恃无恐 人家觉得就没事 这些人我都已经搞定了 绝对不放心 我敢往外扔他们 是吧 咱们最后看 反正这个事大家都很关心 我们有任何的新的情报 我们及时向大家汇报 好不好 好 今天先聊聊 好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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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